下面這四個答案裡面的否定句數 我把它寫出來 好 請問你 x 大於等於 3 下於 7 的否定 怎麼寫 老師 不會 好 我們看第一題 你還是要畫出一個比較好的例子寫 3 7 10 星 空星 好 我現在畫了紅色的線就是原來的狀況 那否定是什麼意思 這個紅色線以外合啊 是不是通通通都是我的答案 對不對 就答什麼寫 答案寫這個以下 x 小於 3 然後呢 猜是寫貨還是寫 貨 寫意思是前方都要對 因為這兩條線根本就因為有重疊 怎麼可能會寫 所以答案是在寫 x 小於 3 或 x 大於等於 7 這樣才答案 這第一題 好 那第二題呢 就一樣的狀況啦 他說 x 大於 1 或 y 小於等於 4 這個呢 你不能用上面這個題目 為什麼 因為上面是 x 都是幾個位置數 相設兩個位置數的 所以就用前後 p 或 q 的概念去想 好 答案寫 x 小於等於 1 因為它大於 它的另外一邊 果定就是小於等於 1 或呢 就把它改成什麼 且 y 小於等於 4 把它改成 y 大於 4 好 這樣答案 好 第三個呢 是說 集合 a 當中 最多有 5 個元素的否定 哇 這怎麼辦 最多有 5 個 那它的否定怎麼寫 否定 最多有 5 個是什麼意思 來來來 你要把這句話 好好的去 這個 那個 斟酌一下 咀嚼一下 咀嚼一下 最多有 5 個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最多有 5 個 最多有 5 個是什麼意思 說出來的就是 你有可能是 1 2 3 4 因為它說 集合 a 當中 最多有 5 個元素 你先不用管什麼 是集合籃 先不用管元素 集合 a 的意思說 我會有一籃 一個籃子裡面 這籃子的名字叫 a 然後 a 裡面有 5 個元素 元素的意思說 我有 5 個東西 最多有 5 個 所以有可能是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5 個 因為當我講幾個元素 有幾個東西的時候 個數一定是整數個 正整數個對不對 正整數個才對 所以呢 它的否定規定 否定規定 怎麼規定 就這個以外 都會是答案 那我問你有沒有可能 比 1 還要小 最多有 5 個 那當然 0 有可能 0 有可能 一個都沒有 對不對 但是不可能是負的吧 但是這個以外的 就應該是無以外的 所以應該是 至少怎樣 它的否定規定是 集合 a 當中 齁 集合 a 中 至少幾個 至少有 6 個元素 這個才是它的否定規定規定 這要小心喔 要用那個文字規定規定規定 把數字停上去 好 再來看這邊 全班都幾個的否定 這個應該可以講過啦 很簡單 就是全班至少有一個不幾個 好 好 接下來答案 OK 這樣可以啦 好 一班寫上去